大家好,我是小木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在上一期视频分享中,我们介绍了微软新发布的开源工具GraphREG 它利用了通用大模型 基于原始文本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索引 并基于此来完成REG任务的执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回到上一期视频分享来了解GraphREG的基本使用 今天我们来分享关于GraphREG更多的参数与配置 在上期视频分享中,我们用的是默认配置 也就是OpenEA的模型 那么在分享的最后也介绍了 在对一份190K左右的文本文件经营索引 开销大约是在12美元左右 这份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今天我们就通过配置方面的分享 来介绍关于如何选择不同的模型 在数据索引阶段发挥作用 来看看对于成本方面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GraphREG究竟支持哪些配置 在官方文档这里 Configuration部分介绍了支持的不同的配置手段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使用黄金边浪来进行配置 因此点击这个环境变量部分 配置分了几大类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基本的大约模型的配置 包含了API Key Base Version版本 这些配置优先或默认针对的是OpenEA的API 当然它也支持Azure平台上的OpenEA服务 如果我们用的是这两类服务 配置非常的友好 在后续视频分享中我们也会来介绍关于如何使用本地模型 或其他的模型来适配GraphREG 今天我们依然使用OpenEA的模型 重点是设置不同的模型来进行数据的索引 包括切换不同的文本嵌入模型来进行向量化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这部分是文本生成Text Generation 这部分的设置 这其中主要包含了几大类信息 第一个是所使用的模型 比如GraphREG LLM Model 默认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是GPT4 Turbo 这也是导致在整个数据索引阶段成本比较高的原因 GPT4 Turbo相对还是蛮贵的 我们今天会将这个参数设置为不同的模型 比如GPT4O 看看它会不会让咱们的开销降下来 后续这些环境变量 我们高量的这部分 主要涉及到了线程数 兵发请求数等等 这些环境变量的设置 会影响到在索引阶段 工作的效率以及速度 在本期视频分享中 我们不会对这些环境变量做修改 我们使用默认值 这是文本生成 那另一部分是文本嵌入 在文本嵌入这里 同样有一个参数 GraphREG Embedding Model 这是在文本嵌入阶段所使用的模型 我们看到默认值是Embedding 3 Small 这个模型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将其切换为 比如A的002 那我们现在快速再分享一下 在上次视频中其实已经分享过的成本部分 现在我所分享的就是这个Dashboard 开销的Dashboard 上次的分享我们用的是7月6号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其实文本嵌入模型的开销是很小的 即使我们在用 它的开销也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在这里我们即使切换Embedding Model 也对整个成本的开销来讲 是不会产生什么太大影响的 今天分享中我们也会用非默认的文本嵌入模型 比如A.002 目的是通过演示来介绍关于不同的环境变量 是如何做设置如何发挥作用的 后面同样有许多关于文本嵌入操作时的 并发等等参数的环境变量 我们在这里同样在剩下的环境变量中 保留默认值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根据这个文档中的介绍 对不同参数进行设置 比如并发以及每分钟Token 每分钟请求数等等 进行一些设置 这样可以更好的来控制数据索引阶段的操作 还有一些设置 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比如像输入参数 这里可以设置输入的类型 可以是文件 也可以是数据块 这些参数我们都没有去做设置 依然保留默认值 另外还有一些参数包含了提示词 同样我们在这里 并不会去修改它 那现在我们就来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 使用与上一期视频分享中相同的稳稳文件 通过设置不同的模型 来看看在一次数据索引后 究竟开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来到控制台这里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或项目 我们参考Graph2G文档 回到Get Started 我们已经安装了Graph2G 那么同样的再来创建一个叫RGTest目录 我们这里创建的是它底下的子目录input 接下来同样下载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正是我们在上一次视频分享中使用的同样的一份文本文件 来看看文件的大小 189K将近190K 接下来对这个项目进行初始化 完成初始化以后进入这个项目的目录来对环境边量做一些配置 那来到这个目录当中 我们看看目录中的文件结构 在这里有个点env文件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我们要对这个点env做些修改 可以看到目前是空的 只有一个api key 那我们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好了 配置如下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api key是我在后台已经创建好 在这里使用它 这是OpenAI的api key 另外是对embedding model和LLM model做配置 将embedding model设置为A的002 这样并没有使用它默认的文本签入模型 另外一个是大元模型 使用的是GPT4O 没有用默认的GPT4Turbo 希望通过这种修改 能够降低咱们在数据索印时要开销 另外两个环境变量 一个embedding API base 另一个LLM API base 我们将其指定为了OpenAI的base URL 当然这里我们不指定这两个环境变量 默认也是使用同样的域名 那目的在这里 我们是来看看究竟这两个环境变量 怎么配置 怎么发挥作用 这样在未来当我们切换到其他的模型 其他的供应商 包括像本地及Olama运行的模型 我们可以对base URL做相应的设置 可以使用同样的环境变量 那现在我们保存 好了 现在我们修改了.env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对settings到yaml文件的修改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修改settings到yaml 在这里有两部分 一个是LLM 一个是embeddings 我们可以看到LLM这里 API key使用的是环境变量 GraphRG API key 而model使用的是 GPT是Turbo Preview 因此我们即使在环境变量 也就点env文件中指定了模型 但它在工作流中是并没有生效的 我们必须将这个settings yaml同样做修改 首先我们回到配置的文档这里 看看我们用了哪些环境变量 一个是GraphRG LLM model这个文件 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将它配置到settings yaml这里 相应的将embeddingmodel也做修改 同样我们引用GraphRG embeddingmodel这个环境变量 这样我们就将这两个模型对应的环境变量 应用到了配置当中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点env和settings yaml 两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这样模型的配置就通过环境变量 应用到了工作流当中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文档 利用同样的命令进行数据的索引 目前我所在的是工作区RGTest这个目录 那我们需要回到上一届目录 在这里运行这个命令 这样呢就会对RGTest这个工作区进行数据的索引 这个过程会花些时间 我们稍时等待 好了 现在完成了数据的索引 整个过程大约花了三分钟 接下来回到文档 我们利用同样的命令来提问 这算是完成一个RG的任务 那用到的呢 也是在上一次视频分享中 我们做过的同样的查询 提一个问题 希望得到的是这个故事当中主要的主题 那么看看它的回答如何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同样使用的是RGTest这个工作区当中的Settings YAML这个配置文件 因此呢会用到同样的模型 在下面这里呢输出可以看到LLM Client 这客户端使用的模型就是GPT4O 这正是我们在环境变量中配置的 现在就得到了回答 单就今天在GPT4O这个使用场景和工作流构建 及问答中可以看到它的回答呢 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的 分门别类的列出了主要的主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我的控制面板Dashboard 看看在OpenEA的模型使用上 开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 现在我所分享的呢 就是目前我的控制面板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今天呢开销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GPT4O 一部分呢是GPT4Turbo EmbeddingModel可以忽略不计 它都已经小于1美分 那GPT4Turbo大家也可以忽略 这是我在今天早些时候 做一些测试时候的一个开销 那么大家可以忽略它 关注GPT4O 那么开销是6.72美元 这个开销就来自于 刚才我所跑的数据索引 因为我在其他应用场景中 我并没有用到GPT4O 相较于在上一次视频分享中 用到GPT4O 它的开销基本上略略超过50%吧 你可以认为开销呢只有上一次的开销的一半 那么可以看到在使用不同模型的时候 自然它的成本是会有不同的 4O给到了我们更经济实惠的价格 那么我们在使用GPT4O 不妨可以考虑使用GPT4O 来做数据索引以及问答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主要内容 一部分呢是介绍在Graph REG当中 如何使用环境变量进行配置 另一部分呢 是来分享一下 在不同模型使用时它的开销情况 可以看到GPT4O确实是要更加的经济实惠一些 那么有效性如何呢 问答质量如何呢 也请大家在实际测试中评估一下 也给到我们反馈 在结束今天的分享前 我们还要强调一下 当进行环境变量的配置时 我们仅仅修改.env还不够 需要将.env当中我们指定的环境变量 同样应用到Settings加募当中 这样才能使得环境变量配置 在真正的工作流当中生效 好吧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对自己的环境变量 或自己的配置进行一些调整 看看在数据索引和问答中 能够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效果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咱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